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欧洲中世纪的哲学 那前面我们介绍了欧洲中世纪三位哲学家 波爱修、洛瑟琳还有安瑟尔默 关于共相问题的思想和观点 简单来说,波爱修承认共相的实在性 但是他否认他独立存在 洛瑟琳否认共相的实在性 而安瑟尔默肯定共相的实在性 在安瑟尔默之后,欧洲中世纪进入了经验哲学 安瑟尔默也被誉为是最后一位教父哲学家 和第一位经验哲学家 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经验哲学 总体来说都可以称之为基督教哲学 也可以理解为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一个阶段 而经验哲学大概是第二个阶段 他们分野大概是公元的11世纪左右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 都是在试图用哲学来调和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 大约在公元前的1世纪到11世纪属于教父哲学的阶段 这阶段之所以称之为教父哲学是因为 从一世纪开始基督教就逐渐在欧洲传播 在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人里面 有一些人具有深厚的古希腊文化的素养 他们被称为教父 他们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罗马的知识结合起来 为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以教父哲学的思想体系 成了维护宗教统治权威的重要工具 他们的思想体系也被称之为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的主要任务 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论证神 三位一体 创世 原罪 救赎 等等教义的合理性 在这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就是奥古斯丁 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的思想 他从上帝三位一体的自身的视角 来阐述了神和人的关系 认为圣父 圣子 还有圣灵是不可分割的 是同一个实体 奥古斯丁的思想 无论在西方 神学史上 还是哲学史上 都集聚重要的地位 在这时期的思想 更倾向于柏拉图的思想体系 并且他们把柏拉图的理念神秘化 认为真理的神秘世界 或者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是必然存在 而且首先独立和永恒存在的 在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欧洲陷入了混乱 这段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哲学没有得到太多的发展 在这时期 也被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直到800多年后 查理曼帝国建立之后 欧洲才逐渐稳定下来 从11世纪开始 欧洲在阿拉伯文化的刺激下 出现了一股文艺复兴的势头 而经院哲学 也正是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 但是在这一时期 哲学依然是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文化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为宗教统治服务的 所以有人说 中世纪的理性 成了信仰的婢女 但是和教父哲学不同的是 这一时期的经院哲学思想 更倾向于接受亚里斯多德的思想 为什么叫经院哲学呢 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 用来设置在经院中 所讲授的理论 这些讲授理论的教师和学者 称之为经验学者 所以他们的思想理论 也称之为经院哲学 和教父哲学的阶段不同 经院哲学增加了理性的味道 其实为后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 奠定了基础 比如在信仰和理性的问题上 他们并不排斥或者拒绝理性 而是试图用理性来论证信仰 试图将基督教的信条 建立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上 比如这一时期 著名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 就用逻辑的方式 提出了五种论证上帝存在的证明 同时在这一时期 经验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 也更加有了哲学的味道 比如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 11世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 阿博拉尔就提出了 更为系统的观点和论证 阿博拉尔以追溯文本的方式 来讨论了共相问题 被誉为是概念论的开端 他说根据柏拉图的解释篇的定义 共相是能够表达众多事物的东西 由这个定义便可以推出 共相是一种概念 是一种名称或者说名词 而不是实体 因为只有名称才能够表达众多事物 而无论是单个事物 还是集合起来的事物 都无法表达众多的事物 这样看起来 其实阿博拉尔是唯明论者 但是他说的名词 和之前诺瑟琳说的名词是不一样的 前面我们介绍了 诺瑟琳把词分为语音和意义两个部分 诺瑟琳强调 共相作为语音的实在性 但是阿博拉尔所强调的是 共相作为意义的实在性 所以在阿博拉尔看来 共相的产生 是以具体的个别事物为基础的 并且是指向真实的客观事物的 而且共相是包含在我们的理解之中的 并不认为共相仅仅是一种声音 或者说词语 阿博拉尔的这种观点 类似于之前我们介绍的 博爱修的观点 他肯定了共相的实在性 但是这种实在性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所以这种实在性 不是一种实体的实在性 另外在关于共相是有形 还是无形的问题上 阿博拉尔回答也和博爱修类似 他说共相作为一个名称 他本身既可以从有关于事物的本性方面 称作有形的 又可以从他的意义方面称作无形的 因为他尽管可以给那些个别的事物命名 然而他们都不是个别的和限定的命名 对共相和可感事物是否相分离的问题 阿博拉尔同样进行了讨论 一方面他承认博爱修的说法 他说共相不在可感事物之外而存在 但是在可感事物之外被人理解 由此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一旦共相从心灵产生 便不再依赖可感事物而存在 那这样其实就允许在现实世界中 没有对象的共相也可以存在 或者说这样的共相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 阿博拉尔其实不完全否认 波拉图的理念论 另外关于共相如何被认识的问题 阿博拉尔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共相是一种 对众多事物进行比较的认识方式 是来自于人对可感事物状态的认识 而并非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这种认识忽视了具体事物的清晰的东西 形成了模糊的一般的印象 而共相就像是众多事物的 一个共同的模糊的印象 由此阿博拉尔的共相和 波拉图的理念区分开来 因为在波拉图看来 理念是事物的本质 而在阿博拉尔看来 共相仅仅仅是事物的共同的状态和模糊的印象 在阿博拉尔之后 中世纪著名的经验哲学家 托马斯·阿奎纳出场了 托马斯·阿奎纳对共相问题 有什么新的思想和见解呢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一期视频接着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图 私信我免费送给你 我们下期视频